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星药花 天书之席 去找贺长老 是 来了这儿还敢闹事 当杀 老大 小心 我还没实力呢 大胆 竟敢打伤何队长 他们造反了 快 拿下他们 贺长老 马上到 原来这家伙也是贺长老的人 好大的胆 巡逻队都敢打 这下 宗主也没法包庇你们了 等贺长老一到 就是你们的死期 贺长老呢 被宗主叫去吃火锅了 贺长老不在 他管的弟子也不在吗 弟子们 被王手一长老带出去训练 好啊 灵异 连我的计划都不算的 到时候小瞧了你 既然贺长老来不了 只能由我亲自动手了 四季仪师 好狠 连自己人都杀 反应不错 只可惜你刚才打飞我的弯刀 杀了那么多弟子 你乱说什么 明明是你杀的他们 是啊 但那个唯一活下来的弟子 会按我的意思告诉宗主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们的忌日 如果没人会祭奠 因为 你们都是破天宗的罪人 你的管管 把你弯弯达了金叫唤 你弯弯不消的管是贴大嘞 小心 防剑 放心 你们都会死在我的刀下 只是早晚的区别 风龙斩 老大 不过如此 轮到你了 什么 分雷剑 分雷暗托 一声大 有点小 现在还觉得小吗 这个时候 不好 这个时候突破 你 天都要亡底 八戒灵者 也敢跟我打 银一突破前 做你的对手 大言不惨 全阶武器 也不能弥补我们之间的差距 不如 你把枪留下 找你一命 冰快脸 今天你们都要死在这里 说了 你的对手是我 灌云天双宫 据古籍记载 这本地级武器 早已失传 从哪儿学的 听说此功先伤己 再伤敌 第一节修士想修炼 小则经脉巨断 大则性命不保 只有成为灵王 才能免疫伤害 看你这样子 应该只是练了个皮毛